政府說為了增添社會歡樂氣氛 號知大約二千萬之內啟動《開心香港》系列活動 當中包括以30元體系和三場美食市集等 暑假期間亦有維港嘉年華 邀請全球不同的歌手、樂團來到香港 環彩榮香港特別版在7月初至8月初每晚上演 其餘家還有英超球隊、曼聯U16青年隊來到香港交流等體育活動 其實我們生活除了工作、除了賺錢、生活之外 其實都希望過得開心愉快些 我現在都很開心 都是希望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參與這個活動之後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開心愉快的心情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 Stanley 香港財政師陳茂波和粗口局長麥理娟 在最新一筆的財政預算案 就提出一個叫做Happy Hong Kong 開心香港的系列活動 包括有大型的美食市集 在4月29日30元一起在全港戲院那裡看戲 7、8月還說有大型的海陸嘉年華 以及8月還說有萬元的U16來港踢球 整個開心香港的預算是大約會用2千萬港元 波叔就說希望屈滿的3年的疫情之後 能夠為香港注入正能量 剛才一段新聞片看到波叔和粗口娟 硬要做個開心人給大家看 Stanley 就真的不想再落井下石 去取笑這兩位的市局長 所謂人心格吐皮 2019年麥美娟都被時任特首 林鄭月娥出到啤啤仗 原因當時的建制派 為了要配合政府力推逃犯條例 結果就夾在中間 搞到兩面不是人 所以在禮賓府裡就棄上心頭 以粗口質問林鄭 但是細猜不到粗口娟雖然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就輸了 但是兩年之後可能去那個剛烈的形象深入民心 所以在理事班子就執了那個叫做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這個位 那就真是原來講粗口都可以出人頭地 但是時間4年經過修例運動和3年新冠疫情 不認不認還需認 開心香港正正是要說明 2023年的香港 基本上所有的香港人都是不開心 那關於這一點 由於Stanley在3月回到香港 到最近回到澳洲的時候 人們問Stanley究竟香港變成什麼 Stanley就很簡單說了這一句說話 今時今日的香港是已經失去了 2002年華底劉德華所說的那一句 沒有了態度 英文就叫做attitude No attitude at all 不單是飲食業 機場的地勤 城巴的服務熱線 換領身份證的熱線 又或者你想打電話 問一下怎樣可以補領消費券 全部都是叫你等二三十分鐘 跟著就自動切線 機場巴士 巴士站的時間表 就說半個小時一班 但是實際上 只是早上五點至七點 只得三班 你既然沒有車 這麼大間的巴士公司 幾年的時間 竟然是沒有人去張貼一份 updated的巴士行車時間 試問一下 一個這麼五勞七雙的香港 叫波叔和粗口捐 說給二千萬去地 搞活動去撻回香港 令到香港人重心再一次開心 Stanley在想 二千萬港元七百萬人分 即是每人三十元都不夠 看來麥美娟在埋單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在禮賓府再次用粗口 罵爆利家超 到時候 在新一屆的特首 麥美娟可能就會晉升一級 所謂粗口雙響拍 分分鐘 成為香港的第二任的女特首 故此總的來說 這個二千萬 不值的開心香港運動 看一天的平價電影 去幾場週末的美食市集 看七百月的維港煙火 加上萬聯的U16 就可以令香港人 再次撻點笑容出來 實在真是辛苦了這兩位的司局長 這麼深層次的問題 那就搞定 開玩笑 但是話分兩頭說 雖然兩位司局長的開心香港 計劃就未免太簡單 但是Stanley認為 要香港人重心開心 並非是天方夜談 其實這個方法 也是真是很簡單 可以說是一個先都不用 所謂心病還需心若醫 其實在過去三年 香港之所以有這麼多人 離開香港 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2020年的港版國安法 特別是2020年民主初選的47人案 當中除了涉案的47人 其實之後還有61萬投票的香港人 他們是會擔心 一旦那47人案 審判完結之後 他們就分分鐘會成為 下一批5%有5%被人審判的對象 故此在這些隱憂當中 這班人一旦見到香港有些風吹草動 他們就是一批一批地離開了 Stanley都認識不少家長 他們都說自己的子女在香港讀書不開心 其中的原因 是他們見到很多自己的好朋友 跟著父母移民去英國 見到自己的好同學 這樣一個一個這樣走 之後跟他們通訊 去到五眼聯盟的地方讀書 個個都是開心到瘋 因為功課就少了一大絕 在彼少市長的情況之下 移民的人就去英國 加拿大和澳洲 但香港政府只懂得叫人回到大灣區 試問一下 香港人又怎會針的開心 歸根究底 由於有國安法才有BNO5加1計劃 亦都是因為有國安法 才有民主初選的47人案 故此今早聽港產會軍的齊瓦哥 他就說最近香港趨緊鋒說會用23條去取代這個國安法 當中 Stanley就認為 取代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要讓海外和香港人 重新對香港建立信心 就好像今次開心香港兩位司局長想營造一種開心香港的氣氛 關於這一點 Stanley認為香港人其實就真的很Smart 和很實際 如果你真的要取消這個港版國安法 而去令到外國人和海外或者在香港的香港人 沒有那麼擔心 特別在2020年民主初選61萬投票的人士 可以在香港重新再次開心起來 最實際的行動 當然就不是消費券 或者那2000萬的開心香港的預算 而是這61萬的香港人 一直在留意著究竟今次的香港法庭 是怎樣審判這個47人案 總的來說 如果民主初選47人案 特別是那16位不認罪的人士 如果是受到重判 Stanley就很肯定 無論這兩位的司局長 再加碼給他們2億或者20億的預算 香港人照舊都不會開心 因為那61萬曾經投票的香港人 他們一定會是5%又5%這樣離開香港 故此總的來說 要香港人重新開心 其實真是很簡單 判得越輕 是會令到61萬投票的人士 越會開心 好今集的開心香港 Stanley就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